大家好,我是阿健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我们下一个温暖的厨师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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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阿健 春天真的是有数不尽的美食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油焖春笋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用刀将春笋中间给它划上一刀 然后去掉笋壳 现在的春笋是非常鲜嫩的 可以用它煲汤烧肉 炖菜都非常的不错 你们那里是怎么吃的呢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大家都知道吃春笋的话 没处理好又涩又麻 这个叫做笋牙 我们一定要给它消除干净 现在的春笋只要配两个馒头 自己挖 不要一分钱 菜市场的话也才卖一块钱一斤 底下老的部分我们给它切掉 好了我们给它清洗一下 这个笋的话有点大 我们一次吃不完 给它取一半 我们将笋一分为二 然后切成厚片 大的话我们给它改一下刀 将它一分为二 全部切好之后 放入大碗里面 锅中水开之后 下入春笋 做油焖笋 很多人都有疑问 到底该不该焯水 焯水与不焯水又有什么区别呢 今天我就详细的讲解一下 在饭店的话 注重口感 都是不焯水的 直接用油煎 然后再焖 但是家庭的话 健康第一 因为竹笋 有很大的草酸 因为竹笋含有大量的草酸 焯水可以很好地去除掉 所以吃着要更健康 焯三分钟左右 我们再用肉勺给它捞出来 锅热之后 下入少许的油 做这道素菜 我们来点荤油 这样吃起来更香 做这道春笋 油我们要稍微比平时多一点 油了之后 我们下入沥干水分的春笋 给它煎一下 开中小火 给它多煎一会儿 煎至两面微黄 煎干下春笋里面的水分 这样做出来 口感又更好 煎至像这个样子 里面多余的油 我们给它倒掉一点 接下来我们给它调味 下入点老抽 给它上色 来点生抽给它提味 再来少量的白糖 提鲜 给它翻炒均匀 开最小的火 像这样炒至酱油 全部包裹在上面 继续给它煸透 煸炒两分钟左右 像这样煸至熟透 就可以将它出锅了 非常的鲜香 食材简单 调料也比较简单 做出来颜色非常的诱人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吧 喜欢的朋友 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供大家参考 主页已经更新了一千多道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有一道是你学会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